大家好,我是奧魔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Metal Robo魂Win鋼彈ZERO 飛鱗式 那這部機體呢,是在鋼彈W之中登場的後期主角機 在歷代主角機之中呢,它也算是非常帥的 因為功能威力非常強大 那雙重的飛翼,而且還可以變形 巨大的雙管火炮,感覺也是可以 一發就把敵人打得灰飛煙滅 但是很可惜,在後來的OVA 無盡的華爾茲之中呢 因為Katoki老師重新設計的Win鋼彈ZERO Custom 就是所謂的飛鱗式改 那又俗稱叫做天使鋼彈,掉毛鋼彈 幾乎呢,就掩蓋掉它原本這個飛鱗式的锋芒 所以呢,相對之下,好像它立體化反而沒有那麼多 那這一次呢,在Metal Robo魂登場 那本來Metal Robo魂呢 它就是一個比較高階,比較高檔的一個系列 那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整個用燙金的方式來處理 那當然還是會有很多人是相當支持這部機體 因此呢,一推出來它價格其實就已經算有點炒高了 那它到底魅力在哪裡呢? 除了主角機的光環之外呢 那Metal Robo魂最重要的就是呢 它其實有很多的合金零件 因此呢,拔彎的重手度呢 或者是呢,它的骨架的強度呢 應該會比一般Robo魂來得好很多 那同時呢,它還有變形的機制 好,那這一次呢,到底做得怎麼樣呢? 我們就實際的來研究一下 好,那麼首先打開呢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內容呢 它有兩層喔,先看下面這一層 下面這一層呢,主要就是它的支架 那我對支架的老師講通常沒什麼興趣 就跳過不看 那本體的部分呢,除了飛機零式之外呢 當然它還有很多的手型、光劍 以及呢,它的雙管火炮、盾牌 還有另外一個支架等等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展開吧 展開之後,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頭頂高差不多14.5公分 加上頭上的腳就來到了15公分 那以它的設定,頭頂高是16.7公尺來算 它的比例大概是115到120分之1左右 所以呢,尺寸上會比HGUC的其他五小強呢 會來的高蠻多的喔 那左邊這個是EG的出缸 在這邊做個比例尺 好,那這個尺寸呢 我覺得算是一魚把玩啦 那整個細節的呈現也都算是OK 因為呢,Metalob魂它其實沒有一個 所謂的比例這樣的規定喔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尺寸就還OK啦 那當然對一些比例控來講 會覺得說這個尺寸好像有點不上不下的喔 但我覺得也還好 就主要還是好看好玩比較重要喔 好,那它的細節的呈現喔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顏值還是不錯的喔 尤其是呢,它旁邊有很多像這個耳朵的細節啊 以及頭上這些腳等等喔 這些精緻度也都處理得相當不錯 那尤其是它整個耳朵 它的線條我覺得有經過一些重新設計喔 造型還是不錯看喔 那而且呢,它在白色之中呢 它還有增加了一些灰色的層次色喔 那因此呢,整個細節度呈現上面呢 會比原本的設定來講 我覺得會有更豐富的表現 而且呢,它的所有不管是白色或者是呢 灰色的部分喔 那以及其他的顏色 基本上看起來呢 全部都是塗裝喔 並不是單純的成型色 那它的內骨架的部分有很多的合金零件 但是外裝的部分其實主要還是塑料零件喔 那只是說跟一般的蘿蔔魂比起來呢 它看起來大部分都有做了一些塗裝 那所以呢,整個顏色上的表現呢 層次會比較深邃 比較細緻一些 那另外呢,像它有很多這種符號貼的部分 它也可以讓它整個精緻度都提升了不少 因為如果有在做模型的朋友就知道啊 其實要把這些貼紙都貼到非常到位 其實也是非常費工 也是不容易的喔 那一般的蘿蔔魂就沒有這樣的處理喔 那因為這個METAL蘿蔔魂 它算是一個比較高階的一個系列 因此呢,在這些部分呢 其實不管是它的塗裝也好 或者是這些細節呈現 看起來是比較有講究的 那另外呢,像它的合金零件的部分 它有的就會有點像起這個表面的疙瘩這種感覺喔 這個其實是跟材質有關係喔 那這個也沒辦法要求太多喔 但是呢,這兩種不同的層次 其實它顏色上面就會有一點點落差 那因為有些骨架其實它有金屬感就好了喔 那細節層次倒是還好 但是呢,如果是表面上面的一些塗裝 或者是細緻的一些表現上面 如果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 其實就會很容易看出來喔 那我這一隻好像感覺是還好 沒有什麼大的狀況 那像是它旁邊這邊啊 它的注料口就沒有修得很乾淨喔 但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它的金色的塗裝喔 看起來層次也是做的還蠻亮蠻飽滿的 那包含像胸口這邊呢 裡面也是有一個金屬塗裝 再加上外面這個透明件 整個這個層次的堆疊效果 我覺得也是還OK的 這裡我們順便做一下重量的對比 HG的死神重量大概37.5克 而這一次的Metal Robo魂飛鈴式呢 則是大概153克左右喔 所以呢,光是重量大概就是4倍以上 再來看到它的可動表現 那首先呢,脖子是一個雙重球體關節 上下都是球體關節 往前、往後、側向也可以有點調整 左右的旋轉看起來沒有什麼明顯的干涉 那另外呢,它肩膀兩側啊 這邊有兩個火炮喔 那可以翻轉個180度 但在翻的時候它其實是有點小小的要領喔 就利用槓桿原領 你要盡量壓前面 就可以把它整個翹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翻過去喔 那如果不熟悉的話 一開始可能會不知道怎麼把它給打開 但是呢,你熟悉一下 其實不會太難喔 那再來呢,它胸口兩側啊 這邊有兩個小蓋子 但是呢,它這個縫隙很小喔 需要用一點點小工具才能幫忙 好,那最好是不要像我在用刀片啊 因為刀片可能還是會有刮漆的風險 好,整個展開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是非常亮的這個金色的細節喔 就是散熱片的部分 所以它是可以選擇開啟或者關閉 好,那另外呢,肩膀的部分 首先呢,在兩側它這邊的胸部呢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解鎖機制喔 我先把這個後面拿起來 你可以看到呢,它往外可以稍微撥開喔 大概差不多也是二、三十度左右 那如果你把它推進去之後呢 它這邊會有一個鎖定的機制喔 所以平常可以像這樣 那如果你要往前 譬如說雙手要集中射擊火炮的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把它給拉開喔 這是它的整個肩膀的機制 那再來呢,手臂前後的旋轉往上抬 包含上面這邊呢,也是獨立的可動喔 所以呢,基本上往上抬到90度以上是OK的喔 那另外呢,它的肩膀這邊其實也蠻多結構的 包含它側邊這邊的蓋子以及呢,這個推進器 同時呢,上面這邊呢,還有這個白色以及呢 這藍色的機構呢,都是可以展開的 但是這個藍色的部分呢,它其實扣得蠻緊的喔 所以呢,在開啟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 好,像這樣子 所以呢,整個這三片都可以展開 而且呢,這個展開之後 你可以再把這個推進器呢,移到上面這個位置 好,所以呢,它可以從這裡去做一個推進的動作之後往下 感覺也是有點脫了褲子放屁的感覺啦 好,那這邊因為不太有調整喔 所以需要一點小工具來幫忙 好,大概就是這樣的結構 那另外呢,它的手臂,上臂可以左右的旋轉 然後呢,手肘這邊也是三段式的可動 好,幾乎也快要到對折的程度 那都是金屬關節 所以這個緊實度其實還蠻緊的喔 那拳頭部分呢,就球體關節 再來呢,腰部的部分 首先呢,左右的側轉 它角度其實還OK 那包含它側邊往前往後的調整 其實都有一點點的空間,但是都不大喔 那另外,前裙甲呢,它可以整個往上翻 翻到這個角度 裡面也是有些內垢 而側裙甲的部分呢,它其實是雙重的球體關節 內側這邊有一個,外側這邊有一個喔 這兩個球體關節 讓它的可動度呢,其實算是還蠻順暢的喔 不管是往側翻,往前後轉,都算是不錯 那不過呢,它後裙甲這部分呢 它就是很奇妙的一個球體關節固定在這邊 那其實這個雖然說呢,靈活度還可以 可是呢,其實後裙甲蠻容易一不小心碰到就會掉喔 這是在把玩的時候比較容易掉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的髖關節,首先呢 它裡面有一個滑動式的設計 雖然它可以在前後可能都有差不多45度的轉動的範圍 因此呢,它這個前後的轉動的角度其實還算蠻大的 但因為這關節有點緊喔,我也不敢用力的去掰它 大概就是可以從這裡到這裡 側向呢,也可以翻開,大概四五十度以上應該還OK 上面可以平轉,以及呢 膝蓋的部分可以轉到這個角度 但是因為這邊有一點結構,還是會稍微有點卡到喔 所以呢,這個腳的膝蓋的可動度我覺得是普通喔 還是說這邊有一些展開,好像沒有喔,大概就這樣 那以及呢,它腳踝的部分,前後這兩片都可以做一點調整 這邊呢,是雙重的球體關節 所以它可以上下做一點點的移動跟調整 那另外往前,往後,側向 側向好像不大喔,那以及呢,前面這一段也是獨立可動 好,那至於說背包的部分啊 它翅膀其實有蠻多細節的設計喔 那包含像推進器這邊那樣的可動,以及呢 兩側可以往前後翻 那這邊打開之後呢,裡面的關節也做得蠻細的 譬如說像中間這邊,它有一個球體關節之外呢,還有一個很大的轉軸 所以可以很容易地轉到一個,這個90度以上的一個旋轉 那轉到90度之後呢,旁邊這邊呢,這兩片是可以另外開啟喔 在歷代的飛靈式的玩具或者模型之中呢 這一次的肩膀,不是,這個翅膀的部分呢 它的可動度我覺得算是做得特別的細緻的 武器配件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所謂機器人三神器喔 包含了它盾牌、雙管火炮以及呢,光束軍刀 那當然還有很多手型喔,包含這個算是握箭手 以及呢,這個開掌手左右各有一對 同時呢,還有握槍手喔,這基本的手型大概就這一些 那另外呢,光束軍刀喔,左右各有一把 那這個綠色的光劍喔,看起來就是稍微比較叛逆 比較有點壞壞的感覺喔 那它的劍柄的部分呢,事實上它可以再收納在它的 這個白色的這個蓋子裡面喔 這邊有一個這個突出的這個插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給收納在這邊 那再來呢,比較有趣的就是這個雙管火炮喔 那左右各有一把,所以呢,你可以這個往兩側喔 做一個這個全方位掃射這樣的一個經典名場面 那同時呢,在裡面它會有像這樣的結構喔 好,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這個握把的部分喔 那它的這個所謂的板機握把這個部分呢 它其實也有一個小機關 就是你要先拉動上面這個金色的部分 才可以把它給解鎖 因為平常呢,你要讓它固定在裡面 那如果你要使用的時候呢,要先把它給解鎖 解鎖完之後呢,再把這個再推回去 那它就會固定在這個位置喔 就不會滑來滑去的喔 這個設計雖然說是個小的結構 但是我覺得也算是有巧思喔 像這樣,可以把它給鎖定住 好,那除了左右各有一個這樣的設定之外呢 它平常呢,它兩個火炮也可以把它併在一起喔 那它使用的結構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呢,在這裡面呢,它有一個小小的對接的卡扣喔 左右各有一個,好像這樣子 先把它給整個展開之後呢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喔 它裡面這邊有一個凹槽,可以稍微退一下 就可以把它的這個卡扣把它拉起來 好像這樣子,那兩個就可以把它給對接在一起喔 不過這對接呢,其實有時候是需要一點點的小技巧喔 剛剛好,到一個角度才可以完美的結合 那像這樣子,你就可以變成一個 合併在一起的雙丸火炮喔 那就可以用它的握槍手就可以拿來任意的射擊喔 那最後呢,當然還有它的盾牌 那這個盾牌細節我覺得也是處理的很棒喔 那不只是它前面這邊有用的綠色零件 裡面其實也有金屬塗裝 同時呢,這金色的塗裝看起來都有一定的亮度喔 包含上面也是有一些符號貼等等 這個細節的設計我覺得是算是相當的好看 而最妙的是呢,它這個鳥頭部分還可以再往前延伸 而且呢,裡面也做了一些連桿的機構 因此呢,你可以像這樣喔,就直接把它給扣在手上 在近距離的時候呢,也可以就是 利用鳥頭的延伸呢,去攻擊敵人來一個出奇不易喔 我覺得這設計是也蠻有趣的 最後就來到了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它的變形機制 那首先呢,先把它的推進器呢 先塞進它的肩膀裡面 然後呢,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像這樣整個塞進去之後呢 再把它轉一個90度往下 那再來呢,則是把它上半身 整個180度的旋轉喔 那這個轉的過程中,你會發現說呢 最大的難點就是呢 這個零件真的非常容易掉喔 我們先放旁邊好了 全部變完再來處理它 然後呢,它的腳部這邊的變形 是有一點點小複雜啦 但是呢,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往上縮而已 只是說呢,要先把這個零件呢 先把它解開 你才能夠盡量的往上推到 越靠近越好 它的設計概念是這樣子 另外呢,後面這邊有蠻多的細節的 包含後面這個蓋子的部分呢 可以整個展開 那它事實上呢,不只是往後 它事實上這邊可以再往前滑動一點 所以可以打開到一個比較大的角度 然後接著呢,就把這個腳板呢 整個180度旋轉 然後往後塞進去 盡可能塞到裡面去 然後呢,貼近 最後呢,再把 它後面這邊呢,還有一個 這個隱藏的推進器 整個展開 那其他的就稍微收容一下 基本上這樣子就變形完成了 一次不夠,我們看第二次了 首先呢,先把它的這個蓋子先打開 打開之後呢,盡可能的推上去 推到越貼近它的大腿越好 那推完之後呢,再把它的後面這個蓋子呢 把它給解開 把它給像這樣打開 打開之後呢,腳踝轉180度,縮進去 然後呢,貼合之後呢 再把後面這個蓋子推進器解開 其他上面這個蓋子 以及下面這邊呢,盡可能貼合 好,這樣兩隻腳的結構呢 就算是變形的差不多 那最後呢,裙甲再收容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麼,以及它的翅膀的部分呢 它則是先把一邊打開之後呢 再轉一個90度 變成側邊整個這樣貼平 另外一邊也是如此 整個展開,好像這樣子 那最後呢,就是它的盾牌的部分 那盾牌呢,它旁邊這邊,它其實有兩個連接點 而且這個平常可以收折在這裡面 好,把它展開之後呢,就可以把這兩門火炮呢 就可以利用它後面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凹槽 就直接塞進去 這個卡扣呢,它其實做得還蠻緊的喔 所以呢,在拔起來的時候呢,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困難 那裝的時候呢,也盡可能的稍微小心一點一點喔 不要把這個連接鍵把它弄斷 好,像這樣連接起來之後呢 其實變到這裡,我才發現說 我的這一管火炮好像有一點點 這個歪歪的喔,這不知道是熱脹冷縮還是怎麼樣喔 感覺這個並不是很直喔 好,那最後呢,就把這個盾牌裡面呢 它有兩個卡扣,就扣在它背包這個位置 像這樣子,欸,頭是不是要轉回來還是怎麼樣 嗯,反正不重要,因為臉基本上已經被擋住了 好,像這樣子,把它給裝上去之後呢 它整個這個鳥的形狀呢,就變形完成了 結果後面還有一個裙甲,忘了裝 再把它裝回去 好,像這樣 OK,所以呢,這個臉應該是要轉個180度 面對這個盾牌應該會比較合理啦 好,那總之呢 它的鳥的形狀就像這樣子喔 整個造型的 這個展開的這個程度,我覺得還是蠻帥的喔 那雖然說呢,它的變形機制很簡單啦 就是所謂的一趴變形嘛 就躺下來轉身,裝上盾牌就變形完成了 但是呢,至少不管是人或者鳥的形狀呢 其實都還算OK 那最後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支架呢 再把它給裝上去喔 但這個過程我就不再掩飾了喔 那總之呢,兩種形態 不管是機器人的造型或是鳥的造型 我覺得在帥氣度上面呢 還是都是有一定水準的表現 這邊玩到一半的時候呢 突然發生一個意外喔 就是呢,我要把這個槍拔出來的時候呢 因為它真的很緊喔,所以一不小心像這樣一拉就能撞到前面這個金色的部分 結果呢,它沒有斷 反正是呢,我手上就留下了一個還蠻明顯的傷痕喔 所以呢,這個在把玩的時候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喔 這個部分呢,稍微提醒大家啊 要不然一不小心就會像我這樣呢 就見血了喔 這個也是把玩上的一個風險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Metal Robo魂飛翼零式的簡單介紹 高人氣的熱門機體 合金玩具的精品質感 還沒發售之前,價格就已經被炒高了一波 想要原價入手可能會有點困難 實際把玩起來,沉重的手感,精緻化的細節 無論是造型外觀,武器配件和變形機制都有不錯的水準 不過造型上個人覺得它的腰身太短,頭有點大 比例感覺不是很協調 全身的可動關節不少 主要的合金骨架還算是緊實 但像是側裙甲和後裙甲等小零件 用了球形關節 一不小心碰到就很容易鬆脫 除此之外,大概就沒有什麼明顯的缺點 整體來說算是瑕不掩餘 當然,很多人會開玩笑說它是躺平變形 結構設計太簡單 但我覺得以鋼彈的可動玩具來說 這樣的變形機制算是恰如其分 像Z鋼彈那麼複雜 雖然設計上令人讚嘆 實際上變完一次 大概短期內就不會想再變第二次 不如像飛翼鱗式這樣簡單爽快 反而更能夠享受變形玩具的快感 不如像零件